2023花冬原创生活节在花莲文创园区第11栋登场 展出包括陶瓷、木翼、竹藤、金工、皮梗等12项的工艺作品 而这些展览是精选来自花冬地区的艺术品 每一个工艺类别都呈现了艺术家对自然界的独特视角和创意 欢迎大家把握机会前往文创园区来参观西场 2023花冬原创生活节即日起到10月22号 在花莲文创园区第11栋登场 以被宇宙拥抱的普利玛为主题 展现花冬地区12项工艺类别的创作品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被宇宙拥抱的普利玛 然后之所以会引用普利玛这个字 这是原住民语的一个单字 但它会引用这个字是因为我们找不到中文的语境 去形容一种工艺 在谈工艺跟人的制作这件事情的一种语绘 所以我们就是选择使用原住民语的普利玛这个字 去谈论说人使用器具去制造一些生活用品 或者是生活器具的这个过程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透过这一件事情去讨论说 工艺这件事情跟环境这件事情 如何去影响一个人去制作一些器物 或者是去做不管是编织也好 雕刻也好 或者是做陶也好 就是各种的东西我们如何透过一种环境跟人的融合之后 再去制作那些制作物 这些令人惊艳的展览品 精选了花东地区的艺术品 包括了陶瓷 木翼 竹藤 金工 纤维 漆翼 皮革 玻璃 纸翼 还有石翼等等12项的工艺 每一个工艺类别都呈现了艺术家对自然界的独特视角和创意 进而展示出艺术家对自然之美的诠释 我们这次的作品其实有非常多不同族群的老师的作品 就是限定只有在原住民族群 当然原住民族群是大宗 毕竟我们是在华东嘛 那华东在原民的环境里面 他们的人口比例一定是比较大量的 所以而且他们保存了比较多手工艺的技术 那这次展示的作品也有包含了非原住民族群的阿迪克老师的木雕作品 就是他做的漂流木的灯具 那更特别的事情是我们这次有展出陈丽有魅老师的作品 他是排湾族的织布师 那他的作品是我们这次特别从那个博物馆典厂里面调出来的 就是可以在这里欣赏到他的编织作品 在展览会场也规划了六个场次 三十个单位的原创市集 贩售手工艺品、文创产品 还有源自花东土地的美食 在展览期间还有十场的首作体验 会由餐长工艺师亲自指导参加者 欢迎民众踊跃报名来体验 借旅会欢迎视报道